我今天放的圖片可能還蠻多的 所以我們可能會跟那個節奏會比較不一樣 大家好 我是那個Chris 黃茂甲 我是WonderZero亞洲區的總監 然後跟合夥人 同時也在那個世大教室 那先大概簡單介紹一下 WonderZero它是一個全球最大的一個 它一個蠻大的一個動態影像 跟數位藝術的一個機構 那最著名的其實我們有一個動態影像藝術節 那動態影像藝術節這個裡面包含的contributor 就是參與的一些藝術創意人才 他是來自各個領域的 那包括建築啊 然後像時尚 然後空間甚至街頭藝術 做Cloud Visual的 然後甚至一些插畫做新媒體的各種 各個不同領域的一些創作人 那WonderZero到現在大概發展了16年 然後這些16年來 我們大概全球去過140個城市以上 去做festival 那每年平均維持在大概2、3、4個國家 5、60個城市裡面去做那個festival的touring 那這些是大概一些festival的一些地方 那這是簡單的media code 不好意思我那個字體也跑掉 因為我們有自己的標準字 然後忘了給 好那其實 另外這個是除了festival這一塊的話 我們有一個industry 是專門在做一些動態影像商業的一些 應用的一些內容 那包括譬如說live music的部分的話 我們有做像是Lady Gaga U2 Rolling Stone George Michael 然後Chemico Brothers 這些Pesha Boys ACDC的一些影像 那另外像是品牌的部分跟廣告 然後我們有做像什麼 愛迪達、Sony、Nike、PlayStation 的這些Motorola、Nokia的一些廣告 那再來像是TV的頻道包裝的話 我們有做像是BBC、Channel4 然後MTV International 跟像Sava Channel 那今天其實這些我都不會介紹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談的還是程式跟設計 那我主要會就過去大概是在2006年的時候 的這一個project 來帶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這一個project最早開始是2006年的時候 大家剛才有提過就是 英國其實在做文創產業 在做藝術設計這一塊 算是走得還蠻前面的 那他們一直在想在創意產業這一塊 繼續去領導他的一些議題 所以從創意產業、創意經濟、創意聚落之後 他們想要發展接下來一些 領導性的一些議題 所以就找了很多產業界裡面的人去開會 那我們就規劃出來一個東西叫做創意程式 就是創意產業在好多的地方都有發展之後 那他們彼此之間互相的關係可能會是什麼 那所以於是就發展出了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標題是創意程式 那這個展覽的話 我們在2006年規劃初期 然後一直到2008年結束 大概去了東亞洲的八個國家 十二個城市去做這個巡演 那裡面的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 這個是一個idea就是 我們的一些starting point 其實starting point有一本書叫做 那個endless city 我不知道中文翻成什麼 那他是在介紹說譬如說在49世紀初 就是1900年的時候 其實整個全世界的時候 大概是有10%的人住在所謂的城市 那在2006年2007年就是我們在做這個東西的研究的時候 它已經是全球大概是有50%的人是住在都市 那這個研究是德意志銀行贊助那個 英國政經學院就是LSE做的一個研究報告 那如果在2050年的時候 他們預估大概全球會有75%的人 是會居住在所謂的都市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那其實這東西就變成是說 在過去的5年10年的時候 我們發現到這個東西開始 城市的議題開始變成是 很多人在關注這樣子的東西 因為我有一些影片 所以我有一些話就留到放影片的時候再講 那reimagined city這個的話 其實我們有主要在這個巡迴展覽裡面 我們分的四個program 第一個program是screening的program 那screening program的話 有graphic city,terrain跟city-state 那它這些都是在就是針對全世界來 就是我們蒐集的就是從festival裡面 蒐集來自全世界的一些創作人 他們對環境、對空間、對建築 然後甚至對城市的一些不同想像的一些作品 那有的是根本就是不太可能呈現的 那有的是一些比較批判類型的 那那個city-state 這個就是屬於這樣城市議題的一些內容 所謂的創意城市或城市與設計的話 它也有一些主要的一些元素 它有一些key words 就是譬如說相同性它的不同性 然後它的傳統跟創新的一些結合 那再來就是說以設計跟城市來講的話 其實它不只是有硬體的規劃 其實一個城市它的軟體是非常的重要 在一整個城市的創新來講的話 那像然後還有譬如說橋樑 橋樑除了實體的橋樑之外 它還包括就是譬如說城市與城市城鎮間 或者是不同城市的一些溝通的一些的那個bridge 就是媒介 那裡面提到說創意城市的話 它有幾個條件 我大概自己也背不太起來 因為那個案子很久 那其實第一個是它要有一定的包容性 然後讓創意讓這些東西是可以發揮的一些 就是能夠包容創意的一些客觀環境 那另外的話就是剛剛有提過 那個就是有冒險跟承受 就是failure的那個勇氣 那其實這些都是構成像創意城市 或者是城市能夠發展的比較不一樣的一些重要的元素 那其實像剛才還有稍微提到我們講說 傳統與創新的東西的一些結合跟融合 那其實真正你會發現很有趣的一些 都市的一些發展是它的老城市的地方 跟新城市的衝突 它有時候就算是衝突的很突兀 那它其實也是有它本身自己的一些能量 你看早期大叔大家在批評說 羅浮宮的前面要蓋那個金字塔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被人家覺得說 啊怎麼會搞這個東西 那再來一些就是傳統跟新的一些衝擊的 譬如說像英國的泰特美術館 它過去它是一個發電廠 然後但是它做完 它保留它的外觀做的完全不同的功能性上 跟空間上面的規劃跟使用 然後你看它正對對面的時候是那個聖保羅大教堂 然後中間又有一個很突兀的很現代的一個橋 叫做Millennial Bridge 就是那個千禧橋 那其實這些東西都是造成 新跟舊的一些融合有趣的地方 那你看像香港的城市 你可以說它是在亞洲 東亞洲裡面算是發展的比較就是很新的一些一個城市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很多一些老的文化 甚至在交通上面的規劃 不管是像是老舊的Trump 然後就是Trump算輕軌嘛地鐵 然後巴士 或甚至像那個什麼Cable Car 那些東西的規劃 其實一般人都把這些東西當作理所當然的 但是其實這些東西在裡面都是有一些新跟舊的 我可以繼續了 好 那 就是除了剛才提到的那個Screening的那個 就是 蒐集世界來講各地藝術家的一些作品之外 我們還有做這個Panel Discussion 那Panel Discussion 主要是在探討一些城市的一些議題 那我們給這個東西一個定位就是說 以創意城市的過程裡面 在這樣子的一個process裡面 每一個人不同的人來自不同的領域的人 可以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那對一個所謂的leadership 我們有在討論像leadership 就是譬如說一個城市的大家長來講 可能是市長做都市規劃的 他的housing department 然後在建築師這些下來 一直到所謂的community 那但是有另外一種是所謂 由下累積往上的一些力量 那譬如說很明顯的就是像一些街頭藝術的東西 Audio Visual 這個我想我們後面再看 那因為這個案子的話 我們除了展覽那些東西 除了研討會之外 我們有派一組藝術家 然後去這八個國家十幾個城市 去跟當地的藝術家 同時是關心城市議題的藝術家做collaboration 就是合作 那他們大概在四到七天的時間裡面 會跟當地的藝術家 以一個外來的人的角色 然後去探索這個城市 然後把一些就是可能跟我們講到說 會當作理所當然的東西都去把它再挑出來 就像很多的外國人來到台灣 喜歡那個會動的小人 類似這些東西 但是我們可能都覺得那個東西很正常 那最後這些東西 做完了以後再把它結集成一個 像是live audiovisual performance 像是一個VJ型態的表演 但是只是它在club的那種感覺裡面 它你所有看到的一些footage都是屬於你這個城市 跟我們之前剛去就是結束的那些城市 那這個播得出來嗎 不行的話也沒關係 好 這個有聲音嗎 那這個是其中一站 那我們是在那個韓國的首爾 那首爾的話這個是那個W Hotel在首爾 那這個是在做live performance的時候的一個現場的狀況 好 沒關係 那我們還是就下一個 那 那接下來這個就是residency 就是我剛剛提到就是 它會在整個展覽開始前的四到七天去做 去這個城市跟同樣關心城市議題的這些藝術家來做結合 那雖然你說四到七天能做得出來什麼呢 那其實他們早在整個案子開始之前 就有做所謂的那個交換日記 但是交換的日記是交換 譬如說它有做一些大的框架下來 然後交換的是所謂的visual diary 就是相片的日記 那可能包括它有 就是幾個項目 像是people 像是食物 像是pattern 就是排列組合 然後物件等等的一些東西 如果你們去過英國的話 你們可能知道像是它的水龍頭是 一個是冷水一個是熱水 所以是很難用的 但是你 就是我們去看到的時候 會覺得它是很奇怪的 但是對當地的人來講 他覺得那個東西很正常 那還包括你每天吃的東西啊什麼 所以這是光 然後地圖 signage這些東西 來做一些視覺日記的一些交換 那同時 這就是第三個 就是去了這麼多地方的artist 那這個其實我們有當初在 高雄設計節的時候 有幫他們做一個國際的 城市主題的規劃 剛好達到這個部分 那其實我們剛剛有提到 這裡是不是都被切斷了 一半 沒關係 那這個是我們有分三 我們來的artist 我們把它分三組 一個是動態影像 所謂的video的部分 另外一個是靜態影像 對 這個是靜態影像的一個部分 那其實這些都是 我們當時稍微留一下 他們那個artist 就是的一個筆記本 那他們就是對一些字城市 然後因為他們由當地的artist 來帶領他們去探討 整個城市的文理 從老的城區到新的城區 工業的地方 還有譬如說那時候在新建的 試運的場館等等 然後包含包括像那個 像這個他們會去看那個路邊的一些字 graffiti 塗鴉 那我們其實還有另外一個artist 是專門去收集聲音 就是譬如說在不同的城市裡面 有沒有一些獨特的聲音 包括譬如說你們國家的 城市的捷運是什麼樣子的聲音 開門關門的聲音 然後甚至他還跑去找這些阿伯聊天 雖然我相信他 就是他絕對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 但是就覺得很有趣 然後這個是一個渡輪的碼頭 然後摩托車要上渡輪的一些聲音等等 那這些都是一些 我們現在看的照片就是透過外國人的眼睛裡面 那主要是平面攝影組的他們看到的城市 然後一些長相 那譬如說這個 這個如果我在任何國家看到這個 我應該都會把它照起來 那這個也是一個騎著摩托車又牽一台的人 那這個 他這裡 其實這裡還有一些圖 那個是被切掉一半 然後還有這個很有創意的那個紅線的畫法 那再來就是譬如說 其實這張圖的話你可以看到那個天際線 天際線的部分 然後這些都是很有屬於就是台灣的一些那個感覺 然後包括剛才也有看到的那個圍建的頂樓這些 然後新的建築跟這些老的東西 這有點像MIT那個飛碟 然後或者是說你看一下 同樣的是這種小凳子的一些紋路 那這個也是他們就是很 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去找這些屬於這裡 這一個這台計程車其實很好玩 它裡面有很多那個保平安的那個服 然後有水晶球 然後也裝了很多的LED燈 那其實這些都是對外國人來講的話 隨著說哇這台 這台計程車是很funky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Pattern 它其實只是在賣儲存硬碟 就是幾機幾機多少錢 但是你看這個貼起來就是像那種綁單的感覺 那這個也是一個影片 我想最後再放沒關係 因為我好像時間上 那其實我們通常覺得說 其實城市的話它可以是一個hub hub是枢紐 然後是一個創意跟一些想法能夠被 就是你可以把整個城市當做一個大的畫布 然後在上面去揮灑 去做一些呈現 那這張圖的話還蠻有趣的 那這張圖的話還蠻有趣的 是從 是講整個英國倫敦 從60年代70年代 它所謂的創意 創意人才 創意的市集這些人的一些移動 從早期在Fullam Broadway 然後跑到Camden 就是那個market 然後跑到Marybourne 然後怎麼樣子移移移移 到現在大家說那個奧運最火的一個地方 就是Shortage 就是East London這一塊 還有包括像King's Cross 整個一些城市的一些重建的感覺 那其實這些創意人才他們移動的紋理 其實通常都是跟低房價走 因為他們需要大的工作室 然後可能在當中賺到錢的人 就活下來他不用搬家 不然就是 因為其實創意人才在的地方 他的房價過一陣子都會變很高 因為那個地方變得很好玩 就會開始有一些建商去那裡去開發 那你那時候還沒有成功的 就被逼著搬走了 然後就是一直移到下一個地方 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在講的是創意城市 我們剛剛有提到 如果你去一個國家去一個城市 你不需要有特別的知識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 這個城市是不是一個有活力 有創意的地方 那包括他的 他有很多的軟體內容 他有很多的活動 街頭藝人 然後甚至是裝置藝術的部分 那這個是 因為我們的背景還是做比較所謂的 所謂的藝術 Multimedia的東西 所以我大概先介紹幾個 這個是用Laser Tag 就是譬如說用這個東西在大樓上面寫字 做Graffiti的一個 一個Artist 叫Graffiti Research Lab 這個可以放嗎 那他們是號稱他的作品是在全球五大洲跟兩個星球 都有做過展覽 因為其實他們裡面一個Artist 他是之前在NASA 然後做科學家 然後這些是他們後來做的一些簡單的作品 這個就是用Laser Tag 然後在大樓上面能夠做一些塗牙 他其實這個東西 就是他很早期很早期的作品 他現在有很多新的東西 他曾經在中國 一入境就被抓起來 因為他那個時候 藏獨的時候 他本來要去幫人家做這個鞋子在天安門 所以他在一入境的時候就被抓起來 然後就送走了 那這一件作品呢也蠻有趣的 這個有一個影片 那它是我們在2007年建築週的時候 在泰晤士河的兩畔 去commission了一件這樣子的一個作品 那他還講的是永續能源 那Jason Bruch這個建築師 他其實後來做建築做比較少 他最早是在那個Norman Foster 就是一個福斯特建築師事務所 那他主要研究的是Media Archetype 就是新媒體的一些建築的一些可能性 那像他今年在倫敦奧運的那個 也做了很多的公共藝術 包括一條橋 你跟很多不同顏色的光 去感受他的速度 你可以知道譬如說 菲爾普斯的世界紀錄游泳 那個速度是多快 那譬如說那個全世界最快跑步的那個人 他的速度是多快 那他的那個光跟移動的速度 在橋上是可以讓你去感受的 那這個的話他當初是講永續能源 然後在泰晤士河的兩畔 那除了這個實體作品之外 他就是轉到一定風的程度的時候 他的LED燈就會發亮 那除了實體作品之外 他現在在網路上還會有一個Virtual Space去計算 他有收集了多少的能源 那接下來這一件是Triptage 是有一個活動叫做New Blanche New Blanche的中文是白夜 他是巴黎市政府 他在10月的最後一個禮拜 的禮拜五 他們之前就做這樣子的規劃 就是策劃這樣子的一個展覽 把整個城市當做一個 一個博物館 然後一個Playground 就是一個遊樂園 然後在那個晚上的話 他從下午到隔天的早上 所有的店家 然後咖啡廳 club 書店 都不會打烊 配合這個白夜的活動 然後在整個城市裡面 做了很多那種臨時性的裝置 那這件作品我們是做在那個 羅浮宮跟文化部中間的那個廣場 那他是一個LED的一個 但是你就是接近他的時候 他就會去 他的那個LED燈就會變得很亮 然後會發出很大的聲音 那其實是亮到讓你幾乎是沒有辦法 再接近 然後那個聲音也會把你逼退 那種感覺 去感受一下 那像這個也是一個公共藝術的部分 那它是一個LED 它是一個censorship的東西 它可以在交流到 在你的城鎮的時候 就是今天進入我們城市的車輛 總共有多少 這個也有一個 沒關係 反正我已經講太久了 那這個是W Hotel的外觀 建築外觀 那其實在W Hotel的 在倫敦Less Square的那個W Hotel的樓頂 它是有一個real time的一個攝影機 那它其實在捕捉的是天際線 就是整個倫敦的天際線的顏色 那它整個天際線的顏色會反映到 W Hotel本身建築體的本身 那我們另外有做這個DECO的展覽 是一個數位 就是其實它的idea最早是要在 我們講入侵或者是介入公共空間的一個 一個展覽 但是它主要是based on coding 就是編碼 然後互動 然後跟Internet的一個作品 這是大概裡面的一些作品 裡面我特別想講一個 這一件這個藝術家的作品 是這個可以放一下嗎 它這一件作品的話是做Data mining 就是數據整合去把數據視覺化 那它整件作品是一個機場的公共藝術 這時候我們當初其實那個台灣機場 這個我們有稍微想提一下 但是這個就是他們對每一件作品的上限價錢 好像也有那個規範 所以就變成是說你變成是說 你等於買很多的東西 你不能去調配它的一些預算上面的應用 那這件作品其實是跟那個美國飛航局 所有的那個起降的飛機是聯網的 是連線的 所以你在看這件作品的時候 等會如果它有出來 沒有的話就算 如果它有出來的話你可以看到 一般整個飛機在整個領土裡面 一些飛的一些狀態 然後你可以看到從 你可以就它這樣子的視覺去感覺到它是 西岸是晚上 然後那個在紅眼飛機開始起飛 然後到什麼時候整個東岸又開始變得很繁忙 然後什麼時候有歐洲的飛機都一直這樣子飛過來 那它有彩色版跟黑白版 那彩色版的話你還可以看到它不同的顏色代表它的altitude 就是高度 然後甚至是不同的機型啊 然後的那些載客量的那些東西 都把它做視覺化的一個呈現 就是因為剛才提到很多的東西就是說 不同的人在所謂創意程式的一個過程裡面 可以扮演到什麼樣子的角色 那我後面其實放的很多的東西是 譬如說跟剛剛介紹的是有很大的反差 那是很多人可能用 譬如說手邊你撿得到的空杯子 然後或者是塑膠袋 那甚至是貼紙 或者是在紅綠燈上面就做出一些 城市裡面一些奇奇怪怪好玩的一些影像 我想我今天就講到這邊 OK好那我們謝謝黃總監好不好 謝謝 謝謝